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,很多中国人都有能力到国外旅行,也正是因为如此,越来越多的外国人,对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,而这也是促进跨国婚姻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说到跨国婚姻,很多人都会想到大量姑娘嫁到中国的越南,越南的美女对中国男人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,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愿意嫁到中国,其实除了越南姑娘,还有一个国家的美女非常渴望嫁到中国,你就是老窝,有老窝姑娘,为了嫁到中国,我们忍受多于常人的艰辛,我们看看这些姑娘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。 老窝姑娘表示,他们从小就听说与他们友好的中国,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,那里的男人友善,起劳,所以有不少姑娘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可以到中国生活,甚至是嫁给中国男人,而到这个国家生活,并没有那么容易,因为经济发展得好,前往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多,所以那里的就业,生活都有很大的竞争压力。 所以他们一直都非常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,希望到中国生活的时候,中国男人可以看上他们。 老窝姑娘想要到中国,嫁给中国人并没那么容易,首先他们必须克服语言的障碍。 中国汉语几乎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了,对于毫无汉语基础的老窝姑娘而言,就更加困难了。 而且很多来了中国大城市的老窝姑娘,都很难找到住的地方,可以说他们为了到中国付出了很多努力了。 老窝姑娘,为了嫁到中国,我们忍受多于常人的艰辛。 你们对此怎么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